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先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然后它是一个什么去解决一个方案的 最后就介绍我们两个框架 然后它的一个performance 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所应用的一个场景 然后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然后我是二二年是到现在是一个Phil Student 主要是研究在拜正庭问题下的一个分布式协议 然后也是这个项目的leader 然后在前段时间呢 我是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 主要是负责在微信里面负责它的一个整个的系统 然后包括了我们现在所有的群聊啊 消息啊外口圈啊 也是就这么多了 也是大家图读了 大家应该有一段时间的那个某个功能的一个创造者 就是里面经常摇的那个 然后呢后面就到了一个Google去做一些 也是说一些分布系统的开发 然后我现在讲的是为什么我们去做这个系统吧 一个就是在整个Apache里面 是目前来说是没有一个和区块链相关的一个系统 虽然呢我们的系统是第一个在加入Apache的一个和区块链有关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在所有的一个系统里面 包括了它的RPC框架 包括了它的一个任何的一个开源的一个 消息系统啊或DB系统里面 是没有一个可以让你们去很容易去清 非常容易或非常简单的去写入一个RPC框架的 大家基本上都是用一个GRPC 是吧 但是如果出了GRPC 你是找不到另外一个可以有非常简单的 非常方便的一个非常便利的 你需要去读大量的文档 大量的 比如说刚刚我们的一个Cassenger 或者说一些RockMQ 这些你需要读大量的Paper 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文献才能去上手 第二个就是说 虽然现在我们有那个KBIS 可以让你很轻松很愉快的去部署你们的那个集群 但是也是需要也去读大量的一个文献 第三个就是你拿到一个服务器之后 你的那个性能是非常非常效率是非常低的 这是一个非常很糟糕的一个事情 因为你是一个初商企业 你想要的是一个非常高性能的一个模块 但是在这么低性能的情况下你是忍受不了的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一些运维的东西 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把你写完那个服务 deploy到你的集群里面啊 然后deploy完之后怎么去做一个性能测试啊 这些 那么我们解决的方案就是针对刚刚所提到的问题 去做各种各样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 开源的一个服务器系统的框架啊 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一个洗压家的一个系统 然后它也是非常简短的 只有两万行代码 两万行代码就包括了整个的网络层啊 包括了你的协议层啊 包括你的数据库啊 所有所有的是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轻量的一个架构 所以在这个架构这么轻量架构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一个初商企业 或者一个自己自己想玩一些 分布式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是非常容易的去在你自己电脑上去跑起来的 你不需要有一些跑到什么AWS啊 或腾讯云啊 或华为云这些这么高端的东西 那么在腾讯云上面一天就花了七百块 你是不可能是不是 你想就是想自己去做一些什么AI操作啊 或一些分布式训练啊这种 那么你花七百块 几天快一天到一天下来是很很很痛苦的 然后然后中间那个extensibility 就是就是让我们很快速的去迭代 或很快速的去实现自己的功能 只想要什么就直接在上面去实现了 因为我们的整个系统是以模糊跨的形式 如果你对后台开发的网络层人感兴趣的嘛 你只要去关注它的网络层 如果你是对我们的那个分布式系统 有感兴趣或协议感兴趣的 比如说最近很流行的Raptor或Persos这种 应该不是最近了 就最近很流行的Raptor或Persos 或者说在AI领域上面很流行的那种联邦学习 这些系统这种协议层的东西 你就只要关注它的写层就好了 如果你只是想做一些很简单的应用 那么你就只需要关注它的那个应用层 怎么去写一个什么key value 怎么去实现一个AI的训练 或者说怎么去实现一些AI功能 这种只要关注它的那个协议就好了 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在国内 国外国内有没有人是在国外 在AI加上这种去中心化的协议 其实是很多应用的了 比如说我们的一种Devview 什么游戏上面的一些区块链 或者B上面的一些功能都很多的 最后我们就是一个非常高兴的呢 这边有个表 然后最下面是我们那种 有一个3000K的一个TPS 然后上面的一些就是一些 现在的一些链上的一些应用 它们的那个QPS其实挺低的 我们就可以达到了 甚至10倍或100倍的那种提升 最后两个就是属于运维类的 如果我们有配套了一个 整个测试的框架 然后整个测试的一个上线流程 都是全部配套了 所以一个非常轻便的 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系统 这是我们整个的框架 整个框架是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RPC框架 所以分成client端和服务端 那么我们现在client端的话 有三个API 一个是C加 一个是Python 一个是Go 那么这三个语言是针对于接入者的 那么接入者之后 后面所有东西都是以下架为主 那么它的一个interface 就是写一个API的接口 连到我们服务端 服务端之后 就会有一个网络层去接收 这个网络层接收完之后 首先第一步就是跑写一马 把我们的所有的数据去做分发 然后保证我们的数据一致性 这里包括了什么追踪一致性 或者说抢一致 你都可以选择不同的协议 然后协议层做完之后 同步完之后 你就会跑你的逻辑层 包括了什么我们的QValue 包括我们的智能合约 还有一些什么和币有关的东西 跑完之后 最后就是一个可以选择不同的DB 让你去落地 落地完之后 你就可以做什么LTP AP这种查询操作 所以我们可以是一个模块化的 然后加上一些各种各样的 你想要的一些协议 它都支持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为什么 就讨论一下 为什么它是一个非常高性能的东西 它首先是一个网络层 在网络层 网络层里面 我们用的是一个 就是一个固定的操作 不像我们现在去RBC 去RBC用的是EPO 或者说一些比较原始的 是用一些select 或者说一些什么轮转 这种非常重的一些模块 去做一个网络层的揭入 我们直接用固定 固定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斜层库 斜层库它就是以线层为主的 它减少了线层一些人之间的切块 上线层切块 或者说支援雕度这种 那么我们现在刚刚提到的那种 3000K就是300万的QPS的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一个线层就够了 一个线层加上两个楼天就已经够了 可以很完美地去做一个接入层了 那么接入软之后 我们就会有一个多线层 这个多线层的线层 多线层的线层这里是做一个 协议的 主要是做协议的 那么做协议的话 这里有很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你这里除了做协议之外 你还要去做data的接收 那么data接收是很重要 因为你整个的数据块 是达到了几百兆或几千兆 一TB这么大的东西 那么如果你是简单的 实现一个线层时 那么就是说有个线层 你要中有很重的服务 处理数据 那么如果你这些数据都 把所有线层都占满了 那么你根本就做不了 其他的那个协议 所以这里有很 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怎么去分配 你的请求落到 不同的一个线层上面 这里就要做一个 Role Balance的一个分配 然后好好去把你的 那个线层管理好 不要让你的所有的一些 数据比较重的一些请求 全部占满你的那个协议层 这样的话你整个系统是 工作不下去的 因为你数据进来了 那么你就要等你的数据同步 数据同步完了之后 你才能做后面的东西 有你所有那个线层都占满了数据 你根本就跑回到协议了 那么你就整个 整个系统就当掉了 然后数据写一层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数据和逻辑就分开了 就中间加了一个义务队列 这个队列也是一个无锁的 这个无锁的东西 要么无锁队列就很好 就是减少了锁开销 然后下面这里就是一个多的一个 Worker就是做一些处理逻辑 那么这个处理逻辑也是非常有意思 就是因为上一层你是做了协议嘛 协议就是满足了 你的所有数据是有序的 那么有序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就可以用 既然你的数据是有序的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多个Worker 去处理这些有序的东西呢 这就是涉及到一个 我们叫做deterministic的order 就是基于排序类的一个数据的 并行处理 那么在做并行处理的时候 其实你看上去它是有序 但是它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无序的 比如说你的数据的分析啊 数据的disualization啊 那个反序话啊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训练虽然是有序 但是它可以建立一个图出来 就是我们那个top序 那么top序里面如果两个节点 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其实它可以并发座的嘛 所以我们这些Worker是可以去任意 让你去很灵活的去做这些 执行层面的一个并行化处理 或者说你是并行去写你的DP啊 这种就不会限制 不会限制于只是一个flat 在目前业界来讲很多东西 它是单线程的 比如说我们的很流行的redis 很流行的用manghd 就算我们是那个cover card的那个消息对立 它其实也是单线程的 它没有做一个多线程的一个并发 这样的好处就是这个网络程不会让 写一层和那个逻辑层的人的cover同学会感知到 我们整个是保密的 它只知道这是一个RPC框架 只是一个RPC集群 这样子他们就不会有任何的去感知 我们整个程度都那么复杂的 然后这是一个我们集群的框架 大概是分为三层 一层是clan端 又是processing 又是节点 那么clan端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层 然后用户层就会把数据分给一个process 然后大家可能应该知道 为什么我们需要process吧 因为我们的节点是一个集群内的 集群内它就肯定会有组合备嘛 但是主其实在如果除非你是Myscore那个主从配置之外 那么你的主其实是经常经常变的 特别在我们那种阿里或Ocean Base 它的主其实是变得非常变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process去跟你做调度的话 你的clan端就必须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主去哪里 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个process去给你做一个调度 告诉它你的现在的主在哪里 或者说进行一个组的一些关锋 或者是一个selection的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广泛使用的process的调度 还有另一个就是process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做一个batch操作 因为你的clan调用你的cubase那么大的一个clan请求 那么我不可能说我拿100个我就做100个写一100个写 那么我们就减少一下写的那个次数 我们把很多次写方大我们就做写缩小嘛 那么把100个请求变成一个请求 那么process做这个功能 把100个请求的clan请求变成一个请求 那么我们整个集群就只会做一次操作了 那么这个process就很完美地去抵挡了 减少了后端的一个压力 那么把它batch完之后呢 后面就只是做一次那个 写一层的一个同步了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就是整个process和replica 就是那个节点之间会做一个heartbeat 它会感知到所有的节点的上下线的那个功能 但是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做过那个运维的话 你可能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一个节点上来的时候 我怎么去让感知到其他节点 感知到我上线呢 那么把数据推给我呢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heartbeat这样去感知 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现在是好的 但是我现在下线了 下线了一两个小时 我又重新上线了 那么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是heartbeat 他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heartbeat有一个时间间隔嘛 那么他可能两次间隔之间都发现你在线 但是两次间隔中间你是其实下线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叫做volution的之段 在我们交到我们heartbeat里面 那么感测到我们现在是一个新商人 上线的一个机器 然后知道你的数据是丢了 那么他就会通知其他同学 把数据重新推给你 或说通知你去重新去 向其他同学把数据拉回来 然后最后就是heartbeat还会去 包括了我们那个公钥和密钥 因为我们公钥和密钥 在我们的整个区块链里面是很重要的 但是很大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公钥怎么去同步给其他人呢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heartbeat 通过这个heartbeat把他所有人的公钥 广播到全网 那么全网就可以拿到这个公钥了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事情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开发者的一个层面 那么开发者也是参考了去RPC的 在我们去实现一个协议的时候 左边就是一个协议 这是一个接收到请求的时候 他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 把数据存起来 然后做一个ACK 然后再广播出去给其他同学 因为也看到只需要几行代码 就把它写完了 所以写一个写一层是很简单的 如果你们熟悉Pathos的话 可能它是一个很迷幻的东西 如果大家有知道应该是叫Pathos 你听上去其实很迷幻的东西 那么很多逻辑在里面 但是你只要写出来 其实也就几行代码 也应该好像不超过50行 如果你们有看过 我之前另外一个开源项目 就是Pathos 就是MySQL加上Pathos的 那个Pathos的代码 也就那么几张代码 就能很少的 所以这次也参考了 就是让大家可以学习 什么是我们的协议是怎么跑的 整个协议是怎么流成怎么样的 去我们大概也是 这个项目也是向大家去推广一下 我们整个所有区块链 去中心华的协议是怎么跑的 去中心华的话 现在目前业界去中心华的协议 应该是以CRDT为主 CRDT就是所有人去协调 所有人去合作 去做一个共享的文档 大家一起去编辑那个文档 这个去中心华的协议 也是很短的那个协议 所以这个项目主要是 让大家去学习各种各样的协议 还有我们如果我们那个实验室 推了一些新的协议上去 我们也会开源然后大家去学习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就是让整个的去中心 那个分布式协议一样 给我们所有同学去学习 然后右边就是一个以 功能开发为主的 功能开发也是参照我们去RPC 也是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做到 去RPC这么灵活 这里要去RPC的话 应该用过去RPC 就是你定义了一个flow buffer 那么你的输入输出 就是那个flow buffer了 对吧 但是我们这里还没有做到内程 那个范化 那个范化 所以第一步就是我们 拿到那个请求之后 这个请求已经同步到所有节点了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把它给反序列化 反序列化之后 就是和RPC是一样了 然后你就根据你的那个CMD 根据你的调文函数去做相当的处理 也是非常简单的 你看一个屏幕就把它写完了 对不对 那么这也是体现出我们整个的系统 是一个非常简单方便 然后减少大家的工作量的 从大家把大家从那个什么996 怎么解放出来 可能减少一个小时吧 就变成986 也是很好的对不对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运维 运维的话我们又提供两套运维方案 一套就是本地跑的 本地跑一个是集群上面去跑的 那么本地跑的话也是一个非常 现在来讲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具 就是把工具跑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本地去把一些跑一个正常的节点 包括现在的默认是跑五个节点在你本机 然后你就可以去测试你的新的协业 或者新的一些服务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跑到集群上面的 集群上面就是你要把你的集群ID填上去 他们就直接把你deploy上去了 也会根据刚刚说的那个公钥密 把你说的公钥给同步到全网 然后进行一些适要的处理 然后我们现在还没有专业KBS的处理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合作起 也可以参与进来 帮我们去实现一些KBS的一些发布 这是我们后面刚刚说的一个整个的测试流程 就是这么是一个高性能的 它我们有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测试流程 就是很标准的一个data generation 它会构造很大量的数据 很大量的一个高频化的数据 然后去做对我们的系统进行压测 然后压测完之后就会给出一份报告 这样子好就是说 我们每次上线迭代 或者说进行AP test的时候 我们能知道我们改了一个新的系统的时候 我们性能提升了多少 性能降低了多少 是不是有bug出来了 这样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框架 能保证我们整个上线是无害的 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 现在来讲我们发布数据 一个信用覆盖率 那个单元辞职也是大概有百分之八九十 这样子吧 我们也是用那个G test去保证的 最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性能吧 我们这里有不同的协议 这里可以看出我们PBFT就是相当对标于 PESOS是一个比较古老的 是兰博特发明的 兰博特提出来不是发明 是提出来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协议 PBFT就是对标PESOS 然后下面这几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PBFT的一个改进版 或者说一些变体 然后就可以这样子很有效率的 或者说很持光的去在同一个系统去对标 去测试我们新的协议的一些好处和坏处 那么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性能 也是如果我们的节点加起来了 我们的协议就会变慢 然后呢 但是一些新的协议会有一些很高的性能 最后我们就是一些应用 左边就是我们的一个钱包 钱包就是直接跑在我们的链上 后面右边的一些也是一些什么 就是那些夏威奇啊 还有一些什么在赌博时候赌球啊 学生球赛们有那个欧冠嘛 那么他们就实现一个赌球的一个功能 就基于这个加密的实现一个赌球的功能 这些都是我们一些学生做的 其实又有很大量的一些功能 已经在上面去跑了 然后这是我们未来的工作 未来的工作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有很大量的一些实体 但是我们又把它给整合起来 比如说我们那个key value 然后那个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的底层其实也是一个key value 它就是你的钱包和钱嘛 就是也是key和value对应嘛 那么这两个现在我们是服务是分开的 那么以后我们会把所有和key value相关的服务 都整合在一起 就和我们现在那个以太坊是一样的 以太坊也是把所有服务整合在一起 对应到你的钱包里面嘛 这是我们未来工作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读和写 读和写就是那个OLTPOLAP 我们会把这两个分开 因为view部分开的话 你们所有的读都必须要跑一个写医 去保证你的读的一致性 那么我们后面这样子的话 你会有大量的读性就会产生很大量的 没用的一个写的运行 这样子的话会降低我们的读效率 那我们就会把读和写医分开 让就变成了两套 可能会两套系统就针对你的LTP的去优化 或针对你的OLF去优化 然后我们也可以借鉴我们现在 整个Apache的一个生态 加入很多的一个什么ROCKMQ 这种很多开运的一些 它去对立啊 把整个系统变成一个很完美的 能在AP或ATP上面去运行的 一个很高性的一个框架 反正这是一个刚开始的项目 所以我们就会也会去做一个 后面的一个比较强大吧 比较完整吧 那今天就是我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想小波